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云林的美慧 那我现在讲我 第一个就是我什么姻缘进来抄马 就是有一天我的高中同学在台北 然后他就记那个疗愈权利 还有那个千脸之月 还有蛋蛋记 然后就很简单的说 那个书要看蛋蛋记要听 就这样子而已 那后来我就看那个 他还有记DM 那我按照DM去找那个主持人 那因为我住在园里很惭愧 我不知道说新意间在哪里 那我就找最近的 那结果是找到比较远的 就是中央里那个主持人是家正学姐 然后他很热心 他就到我们家来跟我解释 因为我也怕说是不是那 就是只是有那种的 我也怕说是会不会找错 这样子 所以就请他跟我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这个音乐进来草麻 那进来以后 我就很全然的相信 就是很笃定 我们草麻的导师的寻学善诱 然后我开始学会转念 那本来是在家里的话 是常常为了一些小事情 就是不太圆融 那后来在这里就是 在草麻上课以后就学会了转念 那很多事情都是因为转念而改变 比如说像 因为我的先生长的等牌蛮高的 差不多有176公分 然后就是讲话很大声 那每次我都会吓一跳 那后来我就慢慢的转念 我就想说 以前我去医院当志工的时候 那每一次好像好几次都是 被分在那个病房区 那我看到看到那个有一位太太 就流眼泪 然后就是在当他的先生 灌蛇 然后就是 患尿布 那我先生在那大声的时候 在讲工作的时候很大声 那转念以后我就 感觉上说 感到他身体健康 丹田很有力才有办法那么大声 这样子的讲话 所以就不会 就不会跟他回嘴 以前我都会跟他回嘴 那再来就是说 我来上课以后 我就会和那个回家的时候 就跟他分享 来超马的一些点点滴滴 那后来他也有接收一些 那我 我因为 就是在102年 有肝脏移植 就是女儿均给我的 那也很幸运 就是跟我一起 当天一起手术的 已经三个都走了 那我现在还可以站在这里 所以很感恩宇宙天地 那 谢谢 那 在那个肝脏移植两年以后 又发生了一个大车祸 就是整个右手肩膀 还有那个头 头又伸进去那个车盘底下 那还好 那个就是 大肆化小 小 那个上天还 还没有让我下车 所以就是 整个右边就是粉碎性骨折 那因为头有带安全骂 所以 就是 还 记忆上都 那个整个头部都没问题 就是 右半部是粉碎性骨折 那也很感恩 就是这样也度过了 但是现在都还在附近 可是 已经 几乎都快好了 那我是用那一种 对 就是来上课 在经会的时候 听我们的家人 就分享那个感恩宇宙句句 所以我就 去实验了一下 那 我实验了两天 我目前 右脚 驾车 这是咬梯 所以 有一天就觉得还蛮痠的 爬楼梯还是会痛 那我就想说 参马家人的分享我来试试看 那我试了两天 真的第三天 走路完全都不会痛 本来还以为有时候 要用爬楼梯的 那第三天 怎么觉得脚很轻 那手也不用再去扶那个 鎖鼓梯 那觉得说 那个感恩宇宙句 真的实在是很妙用 很相应 那再来就是 我也是听我们的家人分享 打太阳八段锦 我就是每一天至少 就是打差不多三遍 那我觉得我越打越健康 那现在回去那个医院 回去医院门诊 每三个月要检查一次 就是那个 因为有做过肝脏医师 所以必须回肝脏外科 再检查一次 那我现在每三个月的检查 我的病毒已经完全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太阳八段锦 真的非常好 还有那个就是 我在彰化分享会那一场 那一场分享会 就是有一个我们的家人 分享那个 儿子去世 还有那个 儿子去世 还有那个先生中风 那最后他又有忧郁症 最后又有忧郁症 那我一直觉得我是 那个 我一直觉得我是 那个命是最不好的 可是我看 我听到我们那个家人 在彰化分享会 家人的分享 我觉得 就是让我尽苦之苦 就是不会觉得说自己是最好的 然后就觉得很 觉得很感恩 感恩说 那个生命的两度重生 那我现在还可以工作 那还可以骑机车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那再来就是说 我来到草麻 我就是去年的彩虹大华 那个时候 同学的接引这样进来的 所以到今年的十二月 就有一年了 那这当中 我觉得 你所收到的礼物 真的也很高兴 就是我就是用 无缝皆鬼 来形容 就是说 在小孩子方面 像女儿 在当 铅干给我那个女儿 是在当英文老师 然后觉得在学校 还有在国中的五校教助 这样子比较忙 那因为她已经结婚三四年了 想要一个小小baby 但是到现在都还生不出来 所以她想不要那么忙 所以就自己开股习班 那一开始她也是有点担心说 会不会没有学生 那她也没有做宣传 结果就很不错啦 不用宣传 学生越来越多 现在也没办法一直在收学生 请了两位老师 那这样还是忙不过来 学生一直来 那大女儿是在台北 在一家私人 也蛮大的集团公司 很敬业啦 突然董事长还给她很优厚的待遇 还请她去英国玩 还有领业绩奖金 还又赠送她股票 她说从来没有这样过 那我觉得说这个都是天地的波转 那还有儿子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好 那个他们公司也给她非常好的待遇 所以我觉得在超马这里 我是很全然的相信 一方面我又觉得说 我结婚以后都没有机会拿过笔 可是来到这里就是手机也不会用 只会听电话 还有接电话这样都不会用 那我很感恩我们的家人很好 就是我一直问这样子 他们都很愿意告诉我 就是免学会 就让我学到会这样子 又增智会 所以我3月开始写心得 那本来手机都不会用了 现在就慢慢的会用手机写心得 那也很轻信 那么久都没有握笔 真的是输到用死的方很少 可是我的心得竟然还被老师选到 很感恩 这是对了自己的鼓励 感恩 最后我前天看到的一篇短文 我分享给大家 就是停止抱怨是修行的开始 那懂得还行是修行的根本 学会转念是修行的诀窍 不要看到别人的错 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业障 不要怪淨源的恩 遇到的都是自己的因果 那这篇短文跟大家分享 感恩大家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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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